大盘子吗 我带了 我可以用我的吗 作为美食博主 馋到网友 这是最大的东西 这已经是我的第三博主 妈妈咪啊 张嘴同志们 我把最大的一个虾给你们 这个虾好大呀 这个夏天你们开始吃小龙虾没 这点太爽了 火热火马 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早 亲眼看到这些虾 从火进到火里头 那个油烧着热热的 然后把那个虾直接泡进去 泡到香热的 这个出来是麻辣味的 我觉得麻辣味跟蒜香味最好吃 我觉得咱这样吃有点费钱 两口吃了一盘 哇 好辣 这面嘎好吃 但是就是有点辣 你给我留一筷子 这个虾肉真的每一个个头都可大了 肉都可饱满 而且你看每一个的黄都很多 你缩起来 包括吃起来那个蟹黄味 虾黄味 虾黄味很俗 绝住 好 直到翻白眼 噎死我了 我们把这个面给它裹上去吧 哇 好辣 它这个辣吧 你说它辣吧 它也没有很辣 它就是香辣香辣的 虽然这样吃 少一点拨虾的快乐 但是 这么吃更能馋到你们 作为美食博主 馋到网友就是最大的荣幸 最大的爽感 这一串 奖励给剩下吃 对 谢谢长姐 不要跟张姐客气 毕竟张姐是姐 她明天再来吃吧 不合了 张姐明天有男人约 幸福 今天这一顿绝对是不长胖的一顿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这里全天虾害怕长肉肉的女孩子 都可以去吃小龙虾解馋 因为小龙虾的蛋白质比较高 它的脂肪含量跟碳水含量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在减肥制期间 你可以吃小龙虾 疯狂吃小龙虾 糟不 给你们看 你看我们今天的炸利品 一盘虾壳 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被馋的 那好了 天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愿你们这个夏天 有人给你们包小龙虾 没有的话 老子自己剥 好不好 拜拜